哈喽,我是陈依依,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六个超简龄的快速出门发型,只需要一根橡皮筋 第一个就是高马尾扎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头顶拉拉蓬松,这样子才能印造出一个高颅顶头包脸的效果 拉出耳边的碎发,空出刘海,一个青春美少女的造型就完成了 第二个发型是个非常随意的低丸子,把所有头发都聚到一起扎成一个低马尾 最后一圈不要抽出来,绕一圈,然后塞进橡皮筋里,最后再调整一下头型拉拉蓬松,这样子就完成了 有刘海的话就薄松一下刘海,如果没有刘海的话也会非常寒稀的感觉哦 第三个发型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侧麻花 拎完之后记得要把麻花的部分拉出一些发丝,拉出一些纹理感,让它感觉更加蓬松一点 调整一下头型,这样子就完成了 非常甜美又没有攻击性的夏日发型,赶紧学一下 第四个发型就是一个半丸子头的发型 从耳朵上方分出一个区块,然后卷卷卷,绕绕绕 最后用橡皮筋固定一下 捧出来的部分可以用小黑夹子给它夹一下 勾住上面和下面的头发给它插进去,这样子就非常牢固啦 这个发型也是非常的显卢顶高,显脸小的哦 那第五个发型就是一个丸子头的造型 就直接把所有的头发都锯到最高,然后卷卷卷拧起来 拧成一个丸子,用橡皮筋给它固定 拉松一下头顶的部分,也拉松一下丸子 丸子的部分用小黑夹勾住上面和下面头发 这样子一插就会非常的牢固 我刘海的部分呢不想要太多 所以呢收住一点,也是用小黑夹给它固定住 这样子扎完呢就会非常的清爽,而且很有随意感 这种随意感的丸子呢,重点就是 直接卷卷卷卷到最高的时候用橡皮筋固定 最后一个发型,先把头发不拨松 真的非常简单,就是带发菇 但是你不要直接这样子把你的脑门露出来 这样肯定是不行不行的 带好发菇之后呢,把头发向前推一推 然后拿出一个尖尾书,剥出一些碎发 如果你的刘海长一点剥出来会更好看 不要把全部的刘海都露出来 向前这样推一推,这样会更加显卤顶高 也更有空气感 都是很简单的发型,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不要再劈头散发了,赶紧学起来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拜拜 拜拜